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任務 秋天已經差不多過了一半 接下來面對冬天一個這麼殘酷的天氣 為了令新種的植物更加容易可以在新的地方establish 我們今天就要採集一種很特別的素材 令到植物可以更加快地生根 而這種素材通常都可以在湖邊找到 有趣的是上次我找beaver的時候 也剛好發現到這種素材 今天我們就把它找出來 然後進行提煉成為植物的神仙水 在這裏戴頭盔先 記得私人土地就不要亂闖和亂摘 或者問個人先 而採集的時候就每棵樹採集一點 盡量不要影響植物的生長和生態環境 沒錯啦其實就是柳樹 柳樹非常喜歡水 所以通常都生長在河邊 而它發達的根就可以很有效地鞏固河堤 在徐朝的時候 徐陽帝所開作的運河兩邊都說還換了柳樹 而這位楊先生太喜歡柳樹 所以就賜了自己的聖給他 從此就叫做楊柳 但在這裏說多一句先 即是楊樹還楊樹 柳樹就還柳樹 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 死還死 是兩回事來的 楊樹是Poplar 雖然和柳樹 Willow都是同一個科 但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樹 就不要搞錯了 而今天要找柳樹 就是因為它會大量產生一種植物荷爾蒙 叫Indoid-3-Bacteric Acid 簡稱IBA 外面所賣的Rooting Hormones 成份大多數就是這種IBA 通常都是粉末或者啫喱狀 而IBA通常都在柳樹生長的枝條尖端製造 因為它可以促進細胞的成長和發展 所以我們就要找還生長的枝條 然後從中就摧取出IBA 可以煉成這個山根神仙水 春天的時候 彩雜是會更加好的 因為正直就是成長的季節 會有更多的亂牙 不過現在秋天彩雜都未算太遲 作詞文字幕提供 從二乎機 Myers obilと Irre 像秋天鑫雜針 除了南加蟲之形 我就 capabilities 一般来说要促进根部生长有三个方法 第一就是Wooting Hormons 第二就是用鱼 Phosphorus 通常我们用的肥料里面三个数字中间的就是鱼 最后一种就是Mycorrhizal 是真菌与植物根部的一种共生关系 真菌可以帮助植物吸取需要的营养和水分 从而帮助植物的成长 而这三种方法不是Mutrily Exclusive 是可以一起用的 例如要做分支繁殖的时候 在Cutting点一些Rooting Hormons 然后下来再加一些Mycorrhizal 而等它成长的时候就可以再加肥料 那棵植物就应该会生长得更加好了 接下来就是碎取的过程 其实在家里都可以轻松碎取 首先就需要准备一个玻璃瓶 一只杯 白酒 和一壶滚水 将所有的柳树枝条整小 可以用剪刀剪小 我们这里就这样接完就算了 放在玻璃瓶上 然后再用热水浸住它24个小时之后就可以用了 其实还有一个冷碎取的方法 用室温水浸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用了 而白酒就是被自己辛苦完一轮之后喝的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subscribe和按下旁边的小铃铃 like和share给其他朋友看 还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是Leo 我们下回再做其他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